这个部分有两个highlights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相信听我这个Regina的朋友都会 可能知道Rifit就是我们Autodesk主要的game solution 究竟这个Solution,这个Rifit是 可以帮大家回顾有什么方法的output 第二就是我们新的Solution,Autodesk Live 是用来做VR 首先说回,如果你有用过Rifit 最简单,你做好一个frame model之后 你会出一些图纸,一些view 例如Pandings,Session Views,Elegration Views 去和你的差人和飘味去沟通 另外,你除了2D觉得不足够去 要和你的沟通的需要 你可以用一个3D的model 做一些rendering和一些waltful animation 甚至你可以用Rifit model Xbox 做一些我们Autodesk的solution 例如Narishworks David's Max Meyer 和A360 Rendering 做一些更加理想的resultation 的效果 除此之外,我们其实有一些viewers 是给你的团队分享 可以用你的model 可以用你的model 去拿一些information 甚至做一些navigation 去看回其他design 那个铺牌 那这些solution包括有 design reviewer sullcase A3目楼 viewer 和我们最新的autodesk live 而autodesk live 其实它是可以连接到 我们VR的最新的solution 就是autodesk framework 而这些种种的solution 它可以透过你的电脑 mobile device 包括你的电话 你的tablet 一些google platform 和一些VR headset 一会儿都会讲的 那大家我相信 都不会对VR这个字密身的了 VR的全名就是Virtual VR 那Virtual VR究竟是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图片 大概都会影响到你 想象VR是什么 其实VR就是令到你 我们人物 进了一个similar的环境里面 这个电脑similar的环境里面 除了看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human behavior 去和这个环境产生互动 从而你是只有一个 一个immerse的 一个互动式的 沉浸式的3D的体验 就叫做VR 那其实呢 这个VR不是特别很新的科技 因为它已经在不同的industry 或者在discipline里面 已经是有广泛的应用 包括是行间科技 甚至乎是 或者你会看YouTube 新闻 其他一些BGC 做组织的时候 都会用一些VR的解析 去帮他们 还有一些manifesturing 医学 游戏 游戏 还有education training 而architecture 或者construction 方面 我见到的例子就是 例子就是 你需要一些safety concern 你可以similar 这个safety environment 然后再进去 一个VR的环境 你可以做一个安全的情况 和任何时间做一个safety training 你发生这些东西 甚至乎architectural designers 可以透过VR的环境 去explore他们的设计 他们是一个最真实 最迅速的beater 另外我近期 其实在奥海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到奥海城 应该是上两个月的事 有个地产商就sell 他们的楼盘 过往如果大家看楼 就应该知道 你是在一个flat里面 才可以看楼盘 但是现在其实 他们已经应用到VR 他可以找一位同事 看着那部机 跟着show demo 或者客人知道怎么做 怎么看VR 所以整个设计是很快的setup 也很方便 这是VR的好处 这是VR的好处 其实到今时今为止 有这么多VR应用 我们autodesk 也发展了beam和VR 选择的节奏 我稍后再来介绍 我们这个解决 有一个大的名字 就是Program的名字 叫做Live Design Live Design 这个Live Design 其实包含了四个主要的 包括Sortfair或者Component 包括Ripord 包括Ripord 和我们AutoDesk Live AutoDesk Live最新的版本 是到Version 1.7 它是从Ripord 和Animation的效果 也可以放到Version 1.7 然后加强效果 我主要是主要是 Ripord 和Live Component Component 正因为仍然会关注 多些Singray 和Max 好吧 Live Design 整个Ripord 其实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看下面Bottom 这个蓝色夹夹夹的Ripord 就是当你在Ripord 里做好一个 或者在某程度 是比较成熟的Ripord模式 你透過用我們的Live Autodesk Live,它是一個part-in來的 亦都可以是一個realware和editor,我稍後會詳細說回各個structure 這個Live的editor export了一些方法,叫LVMD LVMD就可以放入我們Stringray裏面做一些real-time的animation 和walk through,然後再跟Finsmax互相操控,做一些VR,更精彩的VR效果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為什麼它跟traditional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主要是designers很想要一些real-time,photo-realistic的效果 他們不想用那麼多時間,不用騙了那麼多時間去study 如何做出來,或者做rendering 他們想透過這個workbook,幫他節省時間 也會拿到最佳的效果 還有這個可以放進我們的VR device VR device包括VR,HTC,WiPAR和Oculus Widger 現在我會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我們這個Live的其實究竟是什麼 LiveDesign是一群的服務和應用程式 讓建築、工程師、工程師 從Revit到現場的融合經驗 在幾個程序上 跟AutoDeskLive 他們立即明白 那樣的設計會是 前往建築的建築 直到今天 都花了很多時間 OK 你們看到這個片段 其實就是 我Rific出了一個模特兒出來之後 直接放進我們的 放進我們的Live 那個配音裡面 做一些cloud的操作 然後再放進Live Editor裡面 去測試 去看回效果 而這個Live Editor 是非常容易去使用 以及去操作的 基本上 你會收到的資訊 以及鏡頭 都會帶到Live Editor裡面 那為什麼用Live這件事 或者如何嘗試這件事 其實Live 在AutoDeskLive 是一個cloud-based的方式 你只要上去我們的網站 www.autodesk.com 登記帳戶之後 是免費的帳戶 然後你在網上 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是會有30天的使用 有30天的使用 Be trial 那你當你下載完之後 你當你下載完之後 你下載完之後 它是會有兩樣東西 放進你的電腦裡 第一樣 就是AutoDeskLive Editor 第二樣 就是AutoDeskLive Add-on for Rift 就是一個拍音 第二個 而第一個 就會是 你的desktop會多了一個 icon 就是Live Editor 我稍後會找你們知道 是甚麼 第三樣東西 有三個操作 第三樣東西 就叫做Live Viewer Live Viewer 你就需要去你的Rift 裏面 如果有Rift 的朋友可以打開Rift 之後 我們這個 右上角 你看到一個小小的X 這個X是甚麼 其實就是AutoDesk App Store 平時有玩Rift 你都會覺得 可能有些功能 不是很足夠 你會自己去拍音 或者去找甚麼 一些拍音 根據我的紀錄 昨天 我就搜尋了 Rift For Rift 已經有613個拍音 大家都可以上去 給大家 你如果這樣打 我們在AutoDesk 的網站裡打 AutoDesk App Store 都可以找到 很多這些拍音 你在這個位置 就打回我們Live 就會見到 出了一個AutoDesk Live Viewer 是免費的 你就可以下載 為甚麼要這麼麻煩 你有三個Component 一次過放進去 因為其實你Live 是要訂閱的 前面那兩個 是給一些 用者去用的 Live Viewer 是給你的Client 去看你的Output 按下載 按下載 之後 效果就是 你在這裡 按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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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Desk 就多了一個 按下載 按下載 定ien 按下載 現在 按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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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按下載 上面 它就自动帮你upload 上去我们的cloud server 里面 cloud server 当它准备好所有的资料 帮你计算了你的model 的 left mesh 之后 它自动download 一个 LVM VFR 回到你的手机 它会有电邮通知你的model 如何准备好了 当这个model 准备好之后 你需要用Live Editor 去开开 开开之后它有点维修性的样子 让你调整整这些样子 你就选择Xport出去 给电脑看也行 给VR 看也行 给iPad 看也行 这个Xport 出现Live Editor Xport 叫做Live的 .live 的cloud 就是这样 首先再说 看清楚一点 现在我们在Rip It 的界面上 当你的put in 装了之后 你的put in 装了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 Go Live 的 icon 这个 icon 你按了之后 就会有个$ box 散出来的 这个$ box 现在很小 我给他一个大小小的图片 它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第一个 从左边开始看起 你一按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上升你的model 上去我们的cloud server 里面 然后你就需要等待 等待 上升完之后 它就会处理你的model 处理完model之后 它就要下载的 下载完之后 它就会有一条 它就会有一条 它就会告诉你 左下载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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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一条 那些views 右边的那些 你看到Point of view 它其实就是跟回你Riffed camera 有的view 表辞出来 你Riffed有什么view 它在这里就可以翻出来 而它最复杂的那些button 其实就是在 bottom那里 我等待会也会小说给大家看 这个版面影片 好 那刚才也说过 Live Editor 是用来export 才跟Live Viewer看的 Live Viewer 其实我们AutoDesk 有个网络 你上回我们AutoDesk 打回Live 然后它有些view sample 是给你下载的 有五个view sample 就是其中一部 就是用sing read edit完之后 它会有些animation 在那里 你也可以看一看 那如果你想去下载 就有这几条link 第一条link 就是Live Design的program 究竟是在说什么的概念 而第二个 AutoDesk Live 就是说回产品的features 和你如何下载它 第三个就是我们AutoDesk Live 的health menu 就是有些使用的手术文 里面 然后呢 我就会share 我的画面 是demo 如何去应用 这个LiveWay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开回我的rif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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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开回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sample file sample file 那大家看到了 我的appsins里面 已经呢 帮我装了一个live design 这个画面 那我按一按它之后 就会有一个dialog box出现的 那你其实用live design的时候呢 你需要注意一下 那就是 你需要有一个network的服务 有internet 你才可以应用到这个 还有你需要lock in 你的operator scan 那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认识了它 即是它是section box dial level 它是一些view 你刚才认识了它之后呢 save了pout 就可以自动 帮你 upload上号 就进行我刚才提及过的process 那我 save 你可以看到我的desktop的上面 如果我装好所有东西 刚才我提到的三个component 就会有 brift live editor 和live viewer Live editor 这三个component 我现在save了file之后 我再take go live go live 我现在save了file之后 我现在save了file之后 就是save and go 按到自己弹炸的 desired 它就出現這個盒出來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不會在這裡等 我告訴你,它現在已經開始上載了 是怎樣做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個資格去做同一件事 你也看到它的上載速度是很快速的 我先出去了 我們再開一個Live Editor 因為時間關係,我已經一早開定了Live Editor 這個就是我漸了 在我們卡路裡漸了出來的Live Editor 我開啟它開啟 或者我可以開啟Live Editor 放在這個介面上,它會自動開啟 那就需要稍等一會 這個已經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可以到處走 我們按HOME 你看到剛才我們看Rickit Generate的效果 現在我的手機,你表現得很粗 我正在用一個Apple的MacBook Air 都已經是很暢順 很暢順 我看一看景觀 景觀 就是這裡這麼多個 有七至八個Viu 我再開啟Live Editor 你會看到剛才的Viu屬口十屬面 就是看 就是看我們3D View 所以鏡頭是全部一樣的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那你其實已經可以混在這個程度 是製造成一些Viu 那你一拿進去,其實就會帶 你的電腦就會帶到你去 那個特別的Viu 那這個 除了你可以做這些 general的Viu 的Navigation 你也都下面看到 右下角 有個VR的 右下角其實就是你一按它 就會把這個Model 帶回到你的Viu屬口 如果你有搏的話 它就會有些東西出現 但現在我因為那個機器 沒有安裝到任何Viu屬口 那是非常方便 那 還有一些新的 設定你可以看回 可以適時看回 它不需要再用任何時間去等那個時間 等它去Rendering 你可以看回一年四季 那是選擇的燈光效果 還有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Info 你拿到這個Info 比如我JNHIP的屋頂 你會看到 我這個盒子 有一個就是 你Rific裡面的Information 有Dimension 有它的Type Name 有材料等等的東西 那些Level全部都是跟回 Rific的Data 出回出 就是這樣 還有其他設定的 例如當你是用 First Person View 去Navigate 的時候 人的高度有多高 Fill or Fill Set Height 那些 這些都可以去 給你去Edit 那這個 剛才都說過 Live Editor是可以Export 出去給你的電腦或者iPad看的 就是這裡 左上角有一個按鍵 給你Export 甚至乎 有些Shetting 它現在暫時 目前為二 是有三個 Visual Style 給大家去選擇的 選完之後 你覺得滿意 就是Export Challenge 這個是給你教一些 那些板人的顏色的 我們現在其實Live 是不平加上的Visual 現在我們最新的Visual 是出到Visual Live的1.7 那我現在出 我選擇一個 Style 選擇 Mondel Code Visual Style 就是我Export 出去 Publish to window 然後 Desktop 放到Desktop之後 它在Cublish 就不用推到你去 那我就直接開Visual 我就是Live Viewer 我用這個Visual 我用這個Visual 來看 剛才可以看回 剛才Monotone 那個Exact is the same 的效果 那現在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再看那個灰色 那個Model 我就看一個新的Model 不知道大家剛才有沒有留意 這個畫面 地下面有些小鳥的人 已經飛過 其實這個Model 就是用Stainray Edit 放了一些Animation 上去的 的效果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Model 有什麼特別 如果我們卡到Visual 就看一下 我選個 先去Low a low 先 你看到那些人 那些人不是Rip it bar 它是透過 透過Mac的軟件 放一些人 進去的 那就是說 其實你用這個Live 的Solution 你會多了很多的 特殊Visual 和很多的Source 去做電視 看到那些小鳥又飛過 好 我先選個Visual 這裡 你看到這些封建 你看到那個問號 我又選了Information 看看 那些資訊 例如我選個牆 那些傢俬 如果那些傢俬 那些不是Rip it 本身的Family 或者Object 就不會有Information 這個大家要留意 那這個Tap and Go Tap and Go 其實是什麼 就是 你會看到一按Tap and Go 它會有一個抄襲 你一按進去 你一按進去 它就會自己出的鞋 你不需要用一隻貓柱去測試 你不需要用一隻貓柱去測試 剛才我開另一個例子 給大家看看 Tap and Go 這個功能 我開一開這個 我們Rip it 另一個的Sample model 你會理解到Tap and Go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 可以有用 和 User-friendly 功能 我現在 大家要留意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我按Tap and Go 我按其中一個門 我現在手是離開了Mode 你會發現 我會發現 為何它這麼醒目 自己懂得出去 行走路 好 我現在是 我現在想下街 我要出去了 我先看 我手也是離開了Mode 你會發現 咦 為什麼它這麼醒目 自己懂得出去 懂得走樓梯 好像 我究竟是不是 用其他的器材去控制 其實是沒有的 為什麼它 又會有這個功能 就是因為它 我們在 cloud 操作 操作的時候 就能夠發生一些 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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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幫你計算出來 那些門可以打開 也都會選一個最合理的 這個就是tap and go的功能 可以幫你省分很多人手做walkthrough的時間 那這裏就是我今天介紹的 我會將時間交給Kindy 講一下如何應用LVMV 這 Spr테ill就是 梁霜 梁芳 這個 既然 呢 感谢观看